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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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们这本书是讲明英中最传奇的皇帝 我会回到朱棣的,这部系列 大家最好继续他,有亲不亲命的,七本 将会全套七本 我希望三年,要用三年时间 出齐他 一直在加资料 以及做很多考证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写的历史书是最好看的 而且 虽然是通俗版,不是学术版 但是那些史实 是非常之 经过考证而非常之确实的 好了 2025年2月的寄出 这个就是空运版 空运版最贵到美加是400多元 有平游版的 英国美加最贵是752元 不用200元,即是新台币不用200元一半 又需要簽名 第一版 跟这条连续去订 11月27日 巴基斯坦警方 三日内捉了1000个伊武汉的支持者 这是第一件事 这些支持者要求释放前总理 那个人 还是很多人支持的 24日起 示威者 響应伊武汉的号召 由PUNJAK 这个就是伊武汉的根据地 向首都伊斯兰堡进发 准备去政府及議会大厦附近正座示威 巴基斯坦政府 在首都边境放了2万人 宣布3个月 首都不准3个人以上集会 关闭学校 切断通讯 哇 那就是戒业 这个已经第一次大件事了 结果26日 那些示威者冲去跟警方发生冲突 6个人丧生 这样就6个人丧生 包括4个准军事人员 那些民兵 和2个示威者 杀了2个示威者 伊武兰汉 2018年 赢了做总理 结果他搞不定 巴基斯坦 是很难搞的 他搞不定巴基斯坦 那就是搞到 跟中国 虽然他也是想保持跟中国的关系 中国就少了些资助 巴基斯坦破产边缘 2022年 被弹劾下台 指控200多项罪 在去年8月入獄 好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人 巴基斯坦是试过很多次的 这个人 他们为什么要继续提防他呢 因为现在政府又是一塌糊涂 如果再次举行大选 他可能会贏 所以他的党可能会贏 现在政府用一切办法 但是不准阿姆罕那些人集结 阿姆罕那些人集结 阿姆罕那些人集结 和选 否则 现任政府又可能倒台 謝里夫家族 謝里夫家族 你知道那时候 巴基斯坦 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任总理布托 就是流亡了去境外 然后就是回去做总理 然后他被人刺杀死了 他的女儿 继续 又是被人刺杀死了 伊姆兰汉这些 一旦有人民支持 你很难不让他卷土重来 在巴基斯坦 这是第一 第一 因为你现在搞到一锅足 第二 巴基斯坦 信尼派 和什叶派 在开普顿 陶克 雅省 發生冲突 整个巴基斯坦 是信尼派的 但是 经常有极端宗教冲突 为什么 在接近阿富汗那两个省 有一部分人 是十业派的 而在那里 是严重冲突 十业派最远的力量 就是伸道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的交界 最近一波暴力冲突 教派冲突 第二大问题 11月21日 两支在警方护送下的十业派 警方护送下 十业派 穆斯林车队被伏击 43人丧生 都很严重 之后十日 雙方用轻型重型武器交战 街上民间大把武器 導致当地主要道路封闭 手机服务中断 上个星期政府宣布 七天停火 結果 27日又再说十天 休战 其实继续在打 加上过去两天 新增13个死 死了130个人 是不是很严重 是不是很严重 两个殉尼派 11个 12派 如果130人 不是殉尼派就是12派 都是他什么身份 这是第二件事 教派冲突 第三 巴基斯坦南部卡拉奇 發生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襲擊 至少两个中国人在事件中受伤 又送到医院 这个都不知道第几次襲击中国人 中国人不停在南部的菲鲁支省被襲击 10月6日 菲鲁支解放军 在卡拉奇机场 高速公路 襲击一支中支卡西武港电厂工作人员的车队 造成两个中国公民的死亡 10月6日一次 11月5日一次 中国震怒 是说了一些很强硬的说话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捉巴坊 撤查襲击事件 严刑兇 同时采取切实措施 保障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的安全 说来浪费 巴基斯坦有这个能力 而且中国人周围在那里做工程 走来走去 多容易襲击 是工者一点 守者万里 是非常难防范的 是非常难防范的 过去三年 已经有二十多个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杀 特别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分离分子 就是南部的匹路支省 匹路支省 匹路支人就是巴基斯坦人最穷的 他們一直都有分離主義,貝魯茲解放陣線,他們也有塔利班的分支,叫做貝魯茲塔利班, 他們一直覺得他們都是被巴基斯坦的人欺凌的,他們應該是獨立的,是分離主義, 巴基斯坦,這個又一旁,這個就是貝魯茲的襲擊,然後講電費,巴基斯坦那時候建的電,向國有企業保證, 這些電廠每年可以獲得34%美金回報,以裝機的發電裝機容量支付費用, 噢,糟糕,第一,我不知道,怎樣可以guarantee別人34%回報, 香港,起發電廠是guarantee8-10%的, 他guarantee34%,第一點,第二點,不是根據用多少電計, 就是根據你那個發電量,當你100%用來計算, 就是有100度電,你如果只是賣得出80度電, 就將100度電的費用,就攤掉下去那80度電左右, 所以呢,如果你的電費貴,那些人用不起, 他用少一點,他越來越貴,於是就更多人用不起, 變成一個惡性循環,惡性循環, 好了,2017年末,中國建的發電廠, 頭產沒多久,巴基斯坦貨幣貶值了一半, 喂,那你收電費,你是收巴基斯坦貨幣, 你用美金還,於是就等於是負貨幣多了一倍, 那個電費就是,巴基斯坦電力需求, 他需求的電力,只是發電能力的四成而已, 因為那些人用不起電,用很少電, 要為全部發電能力付費,無論是否用, 巴基斯坦欠中國公司,10億美金的, 只是電費,150億美金的, 一帶一路發電廠, 以及90億美金的, 中方所建的兩座核電廠的債務, 這裏已經200多億了, 還不是, 不是只建發電廠的, 那條路,關爾街港, 公路和鐵路,這個很嚴重, 巴基斯坦擁有足夠的電力, 甚至更多, 因為欠北京巨額債務, 那些人用不起, 如果一個家, 一個月要用320千雅士, 按照折扣價計, 就要用60元美金, 而這個國家人均收入只有125元美金, 要給了60元美金來做電費, 高昂的電價, 促使大量家庭和企業, 在屋頂當太陽能, 又是中共輸出的, 那些太陽能板, 控制用電,直接偷電, 8月份電力需求下跌17%, 真的捉蟲入屁股就是這個意思, to catch a worm and put it inside one's own bottom, 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你又輸很多太陽能板給他, 那些人不用, 巴基斯坦建議暫停向中國償還債務3年, 將貸款期限延長5年, 同時改用較低質和便宜的當地煤炭減低成本, 我告訴你這個不是好辦法, 用低質的煤炭減低成本, 結果運載量就更加低, 於是就是construction cost, 每道電是更加高的, 結果就是, 中國還未回應, 巴基斯坦說因為該國在中方的人員, 持續受到攻擊, 我解釋給你聽, 這個是250億美金, 就是建發電廠和核電廠, 然後建鐵路公路起碼六七十億, 六七百億美金, 然後還有中國公司在那裡花的錢, 因為那些工程全部判了給中國公司, 好了,第六項, 產能過程, 中國做的電動汽車, 廚具, 餐具, 服裝, 各種消費品, 大量消去發展中國家, 巴基斯坦的經濟被摧毀, 最近就好像是Temu在越南被停止了操作, 就是因為它在摧毀當地的經濟, 如果你Temu那些去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人真是沒命, 大量低廉, 品質差的中國商品湧入, 企業集立勞工失業, 巴基斯坦的順德省, PUNJET, BELOZ省, 擺放廉價的中國商品, 當地商店全部都是中國貨, 逼使數十間的製造廠關閉, 數以百計的工人失業, 除了實體店, 線上商店才麻煩, 製出折扣免費送貨, 已經被阿里巴巴收購的巴基斯坦電商平台, 賣的全部都是中國商品, 便宜到震, 搞一些速消活動, 令你眼花瞭瞭, 巴基斯坦製造商, 沒辦法跟中國製造技術, 以及規模成本競爭, 因此紛紛集立, 巴基斯坦的商界, 對中國商品不受控湧入, 表示擔憂, 但又不敢出聲, 怕得罪中國, 這個真是慘, 因為他們是靠中國給錢, 他吊著命, 通常對貿易不平衡保持沉默, 巴基斯坦第七弱, 經濟嚴峻度, 除了通貨膨脹飆升, 外匯存體減少, 根本沒有錢還債, 他是一個破產的國家,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佔的百分比, 負債額以發展中國家來說, 是去到97%的GDP, 國家的債, 是欠到多少錢呢, 271.2 billion, 2000多億美金, 國家欠債2000多億美金, 這條數算出來是不準的, 但是全世界欠中國最多錢的, 265億美金, 265億美金, 我想這條數是雙倍都不止, 全世界欠中國最多錢的國家, 就是一個還不起的國家, 巴基斯坦, 第二是安哥拉, 安哥拉的信這麼多錢, 斯里蘭卡, Ethiopia, 這些國家, 他沒有算什麼, 做一個委內瑞拉, 又是幾百億美金, 好了, 這個是, 佔, 巴基斯坦要給的還債, 是佔了他國家稅收收入的, 56.7%, 這個是一定破產的, 現在大陸的地方就是這樣, 好了, 什麼時候到期呢, 哇, 2022年還31億, 過了, 2023年15億, 17億, 11億, 2026年280幾億, 270幾億, 真是麻煩, Foreign Reserve, 外匯儲備, 是接近沒有的, 這裏是IMF救他, 那時候阿姆蘭漢在這裏上來, 2018年, 他已經告訴中國, 中國不救他, 他就破產, 但是他叫IMF救他, IMF救他有一個條件, 就是, 你要, 不可以拿我的錢還給中國, 你要中國同意 write off那些債, 然後就是, 中國那些債要打折扣, 要不然我不能夠幫你, 但是中國不肯打折扣, 因為一打折扣, 那些銀行就要 write off那些錢, 大家看看, 2023年, 最瘋的是2021年, 中國賣東西給巴基斯坦, 220幾億, 220幾億, 2023年, 巴基斯坦沒有錢買了, 都160幾億, 160幾億, 主要是電機產品, 機器這些東西是最多錢的, 這個是, 大家看看, 中國, 這個, 巴基斯坦賣給中國, 主要是賣棉, 銅, 油菜籽, 這樣, 是多少錢呢, 28億, 25億, 20幾億, 中國賣給他, 是200幾億, 他賣給中國是20幾億, 10%左右, 11%左右, 80幾%的貿易易差, 而這80幾%的貿易易差, 就是中國finance, 他沒有錢找數, 中國賣了東西給人, 就沒有錢找數, 巴基斯坦的局面, 我是不懂得說的, 就是, 他是, 首先, 回教, 是政教合一, 沒有世俗化, 是令他難以管治, 令他難以管治, 而在巴基斯坦這些地方, 那些部落感很強, 部落感很強, 經常發生武裝衝突, 而巴基斯坦人, 因為信穆斯林, 又不停生小孩, 真是一片混亂, 孟加拉的情況比他更好, 這個是非常, 中國這個, 就是a man and a pen, 一個人和一隻王, this is a big pen, 這個大王, a very very big pen, 這個很嚴重, 中國一直拖延著, 不肯write off一帶一路, 但也沒有錢再去投資, 就是被這些國家拖死了, 好,工商時間, 野田咖啡, 大家要試一下, 這隻又是很高質的咖啡, 哥倫比亞樂園水洗, 咖啡豆200克, 212元, 咖啡掛耳包10克6包102元, 如果你沒有磨豆, 就可以去野田那裡磨豆的, 野田磨豆, 這個就是在灣仔軒尼斯道, 新界大圍車公廟, 你去那裡, 他會幫你免費磨, 你拿完我們的包裝就可以了,好嗎? 冬至盆菜來了, 11月29號到12月17號, 授完即止, 萬眾期待的盆菜, 終於上架了, 冬大過年, 一家人, 圍埋吃盆菜, 當然是溫暖了, 今次, 潮貓貓推出兩款盆菜, 有6個人和12個人, 我們的盆菜是非常出名, 口碑非常好, 你不需要考慮的了, 如果訂盆菜, 真的訂我們的盆菜是最划算的了, 搜羅了最好的食品, 材料有原隻的石頭鮑魚, 鮑汁會花膠, 圓粒圓背, 韓國大豪士, 老鄉米鴨, 家鄉手打嶺魚丸, 大鵝掌, 四分一隻貴妃雞, 還有秘製豬手, 腩肉, 豬皮, 豬利和魷魚, 厚身的大花菇, 配上時令蓮藕, 蘿蔔, 芋頭和枝竹, 全部足6人份量, 現在12人, 就份量雙倍, 我們賣了很多年, 那些客人十分滿意, 個個都覺得我們的料是沒得頂的, 6個人, 原價1,198元, 現在會員價998元, 而12個人原價1,688元, 現在訂1,488元, 門市和網站都可以訂, 由11月29日到12月17日, 價格包括送貨了, 偏遠地區除外, 村屋在村外交收, 沒有電梯的樓宇在地面交收, 送貨的日期是12月13日到24日, 預約送貨, 五個工作日前通知, 我們送貨都出名, 準時和好的, 由於全部新鮮在香港製造, 不是預製的, 每日數量有限, 授完即止, 那大家買我們的現金券, 來再訂, 是不是雙重優惠呢? 希望大家吃過這個盆菜, 身體健康, 福本團圓。